嘿嘿嘿 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Lazy.2 Survival 第249集 這集是在248集錄製好以後官方出來的 就是我們的官方玩家為你打Top10 其實這一次的官方玩家為你打我覺得有點沉重 因為官方其實有做一些這次任務跟未來改版的一些內容 陳述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好這一集我就用Google翻譯 直接翻譯給大家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首先我們先看來第一題吧 第一題寫說是不是已經有改善用Google和Apple ID來儲存遊戲的資料 然後可以用在我們的帳號上面 官方寫說是的 好第二題的部分是寫到說掠奪的事件目前已經有這個任務了 然後未來我們如果開放玩家去掠奪其他玩家家裡面 如果發現有一些外掛跟一些駭客的部分要怎麼保護 因為他們無限的資源可以襲擊我們的營地 所以在公測結束以後 官方有沒有採取一些措施在預防措施來保護其他玩家 減少我們會遇到這些玩家被破壞 官方寫照說這些掠奪的部分會被他們檢查後刪除 就像他們從來沒有這些物件一樣 他們不會對我們營地產生任何的影響 所以官方這邊有寫到說他們會抓外掛 如果使用外掛軟體的話 你在玩這款遊戲馬上就會被刪除這個遊戲資料 不管今天玩多久你會發現開始外掛 他可能馬上就把遊戲刪除了 所以不會造成未來玩家被掠奪的問題產生 因為其實這個奇奇事件 他是為了未來他們開放正式連線的時候 可會玩家會互相有一個搶奪的事件 可是這個其實我是覺得這個世界可能會造成一些玩家流失 因為大家也會擔心說其他玩家的資源比我們更豐富 這個只能看未來官方會怎麼改 我們再來看一下吧 好第三題的部分呢是說可不可以新增一個功能 讓我們知道說營地是怎麼被襲擊的 因為其實現在營地如果你今天被偷東西的話 我們是只會進到家裡面直接看到損失什麼物件 最後看到營地外面出現了一個雪角印 然後是通我們東西的營地家 就信存者的營地家 然後目前官方寫說這是第一個版本活動 目前還會繼續開發掠奪者世界的系統 主要就是先檢查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他會修改到他們要的 可能真正任務要達到的目的 跟這個任務的整個故事內容架構好以後 才會有後面的後續 其實我現在也會覺得想要看說 譬如說怎麼去拿到箱子的 然後怎麼去破壞牆壁的 我現在很多想要看到 這如果未來看到這個功能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第四題呢 是寫說你打算新增每日任務嗎 他說有就是掠奪者任務 有可能會成為每日任務 好第五題呢是寫說有沒有可以替代熔爐的一些燃料來源 因為熔爐現在我們最好的燃料應該是煤嘛 所以他這邊官方寫說有煤了 可是這系統將來可能會重新再去調整 說可能會增加什麼新的燃料 讓我們可以去熔爐上製作上可以更方便 不然其實沒很快就燒完了 好第六題我就寫到說 我們在地堡裡的東西會被偷嗎 即使我們選擇拒絕掠奪者的提議 官方寫說是的他們會被偷 不要留下你的戰利品在那裡 簡單來說就是他其實不想要讓我們 放在家以外的地方 你放在家以外的地方是更沒有辦法防備的 那偷的機率更高 所以地堡跟營地的東西 包括逼地堡 你們可能都要拿回來 因為官方可能會去做一個掠奪的一個功能 就是他們會有這個AI的設定 我們是沒辦法去隱藏我們的物件 今天來講就是你們常在家裡面 然後在外面放一些箱子 箱子的話就有之前講的 你放一些不要的物品多放一些破損的 那些都有一些分數 他偷到一個分數以後就會走掉 可是如果你今天完全沒有蓋牆壁那些 那就會被偷更多東西 好 第七題 第一題主要是講到酸池 酸池的那個電子電路板 現在很難取得 他這邊有寫到說 現在拿到就拿到橄欖箱子 然後開啟後才會拿到電路板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拿到更多電路板 這邊寫到是說 他這翻起來怪怪喔 後來我有稍微翻了一下 我們增加了乾淨的箱子 就是黑色箱子 就是不是橄欖箱 好 這邊寫說 你不只可以得到會被橄欖的黑色箱子 也會找到乾淨的黑色箱子 簡單來講就是會有更多電路板可以拿到 因為現在地保其實5G的黑箱也會開到 可是機率比較低 再來就是你要打困難模式 然後拿到磁碟片去開現實地圖 拿到橄欖箱裡面會有 可是這些取得方式其實都蠻麻煩的 好 第八題 好 第八題寫說 如果說我們不接收掠奪的任務 這樣子的話我們還是會被襲擊嗎 簡單來講就是 東西還會不會不見 這邊其實很多玩家最近有留言給我 就上一篇 因為上一篇其實我在錄影的時候 是比較早錄影 然後光芒後來禮拜三才出了這一集 所以我才看到這邊的內容 這邊寫到就是說 我們知道為什麼你們玩家會不開心 第一個方面來說 遊戲一開始就是應該是這樣設定了 以互相攻擊互相掠奪模式來進行 就像有些玩家呢 你會覺得說之前遊戲太過於安靜的生活 他就覺得這是不對 看上大部分的一些營地 有些玩家甚至不見牆壁 因為他們不怕失去東西 他現在講的就是 非常多國外玩家 跟可能我們現在 亞洲玩家都是 很多人都不見牆壁 因為覺得說 反正我不見牆壁不會怎樣 殭屍朝來也不用破壞我的牆 不用修牆 所以現在的略流走任務可能有些困難 還有一些錯誤 然後有些已經確定了 很快就會把這些錯誤給修正 錯誤的部分我之前都講過 官邦其實就是要讓 隊友的事件做得比較完善 因為很像是為了 正式開放做準備 所以正式開放如果說 變成一個很混亂的世界觀 會變怎樣 我這邊還是會繼續更新 然後大家可以觀察一下說 這遊戲到底變怎樣 所以現在一定要有牆壁 沒有牆壁基本上 被偷的東西非常多 他不希望你不見牆壁 所以牆壁要見 只是接到等級幾呢 大家可以去看你現在的時間跟能力 基本上來講我覺得先進一級就好 因為三級要花太多時間 可是現在C4炸彈就可以炸壞了 很多外國玩家在官邦的這篇下面留言 非常不開心 包括我覺得 我今天花多時間去建一個牆壁 結果後來C4炸彈一來就炸掉了 然後你要強迫玩家生成四級牆壁 這也太困難了 鐵牆壁超難生的 第九題 第九題的部分寫說 如果我們現在接受掠奪者事件 在新的改版之後 有沒有辦法可以回避被掠奪的狀況發生 第九題的話 這邊下面官方的翻譯其實怪怪 就是直接網頁翻譯怪怪 我稍微翻一下 他們現在正在嘗試不同的機制 找到一個最好讓更多人去接受這個任務 目前只好會增加一個功能 就是不要讓你們參加掠奪者事件 可是他們覺得掠奪事件是這個遊戲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應該是說他覺得末日就是要有點互相搶來搶去 你不能過得太安逸 是前面上面講到的 第十題 第十題說 在變化後 這邊其實就是改版後 我們要怎麼保護我們的營地 簡單來說呢 這邊是 這版本不是最後一個版本 我們還在努力的調整這個遊戲內容 當然他們希望每個玩家都會享受這個活動 在閱讀時玩得開心 但事情狀況就是這樣 更有趣和容易的閱讀是 你的基本保護會變得更加困難更加複雜 因此我們再繼續在這個情況下 去工作去調整反饋我們的 我們講的一些意見 並考慮如何進行這一次的任務調整 感謝你的評論 所有的類型 甚至消極的評論他們也都接受啊 好吧 整合這十題呢 其實這十題簡單來講就是 官方對於閱讀的事件來講是他們一直要開發的事件 這個事件的影響呢 你今天就算不接任務 目前有玩家跟我說 這樣不接他家裡面東西還是會損失 其實在之前的版本完全沒有提到 就是這個版本有提到 然後官方可能最近偷偷調整這個系統 Android玩家應該是先遇到 iOS的部分我每天都有登錄 我沒有遇到說 我沒有接事件然後東西被偷走 所以可能你今天如果是Android玩家 你在這邊留言給我 告訴我說你有被偷東西 你沒有接事件然後被偷東西 如果你是iOS的玩家 你有被偷一樣的狀況 你在下面留言給我說你是iOS的玩家 這樣我可以整合一個數據 在下一集或者是之後幾集 我可以跟大家 公佈這個數據說 到底官方到底改版了沒 然後近期有可能會改版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略有事件是為了官方是為了 未來開放連線後做鋪路 他有講到說 他希望大家可以玩得開心 因為我講啊 說實話 大家玩得不開心 應該大家都退坑了 就不想玩這個遊戲了 他之後玩家越來越少 他沒有收入 這遊戲也經營不下去 所以他基本上來講 他一定要找一個平衡點 我們今天會不會偷東西 那一定有一個公平機制 不然我這樣講好 像我今天玩了那麼久 玩99級了 我去越奪一個等級好20的玩家 他可能擋不住我的攻擊力啊 我只要打打CFO就拿到 這樣是很不公平的 那他的機制 會不會就像我們以前玩的塔房遊戲 有些是城堡跟城堡等級之間 你才能夠互相攻擊 可是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是 每個人箱子放的方式不一樣 如果今天我最喜歡那箱 被東西被拿走 我真的會不想玩這個遊戲 我還是講比較中肯啊 我自己也是會覺得 欸我就不想玩這個遊戲了 可是我會希望官方 一定要去看大家的留言 如果真的會導向大家都想玩 會想要把這個遊戲退出的話呢 那他一定要去大調整 就是要一個合理的保護機制給我們做 舉例來說好了 那我今天如果說 有人會來攻擊我家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比如說我拒絕 我選擇一些物品給掠奪者 當作補償的東西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比較合理 我給他一些我平常用不到的東西 像交換一樣 Change 不然就是官方要開放的就是 我們可以共同去抵抗掠奪者 掠奪者是AI端電腦端 我們自己是玩家跟玩家 玩家可以互相到玩家的家裡面 去保護我的營地 比如說六流走來的時候 好我今天組隊四個人 然後六流走有四個 那我就組好我隊友 幫忙幹掉 幹掉以後呢 他給我們獎勵 六流走要做出賠償 這我覺得這個機制就很好 我也希望官方可以 採取這些意見 因為其實你們去看Facebook 官方的粉絲團下面 非常多的留言 那我自己想法是希望 官方是以玩家 真能玩家去做組隊 然後去襲擊愛玩家 如果是真人對真人 其實如果真的外掛 他們沒有守住的話 我們基本上不用玩了 因為全部的東西變破壞光光了 好那我們就只能期待官方之後的改版 不管遊戲改得怎樣 我還是會持續介紹 可是我跟你們說 我每天都有登IOS 我目前看都很正常 然後Android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開 我到時候再請我朋友去幫我看一下 他的東西有沒有被偷 因為他最近事件沒有接 這台事件大概是三天一次 目前看應該是 然後最近我有改版的話 我還是要及時跟大家講說 改了什麼內容 這款遊戲說真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 末日生存掠奪式的遊戲 它現在已經變成這類型的 以前是殭屍遊戲 去打地堡 然後採集 做這些房子 什麼 現在內容已經改得變成 比較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好吧 那就等後續追蹤吧 那今天遊戲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然後也可以繼續追蹤我 我會後面跟大家分享說 攻略跟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 掰掰